他一直这样帮你 也许就是因为他知道 就算他不帮你 你也会成为现在的你 他是你的先生 你敬重他是应该的 是他辜负了你的敬重 是他对不起你 从前他护着你 却把你护成这个样子 往后我护着你 王爷 你一向都是最公平的 那你能不能对自己 也公平一点呢 做了坏事的人是他 该受罚的也应该是他 可你为什么总把自己 关起来责备自己呢 这样只会让他更得意 你说得对 我应该将他生之一方 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而不是一直责备自己 让真正关心我的人 为我担心 我进入最后叫他一声献热 从今以后 我与他官非两道 无论他藏身何处 我必请他归案 无论你做什么 无论还有什么难事 我都陪着你 你再不许把自己一个人 关起来了 记住了 老师 估访 老师 真正 作词